廣東人有句話 先敬來以後敬人 不過我們經常都說不可以以貌取人 是的 一個人穿得光鮮都不代表他信得過 你看現在多少騙案的犯案者 都是外表正直的專業人士 可惜人經常都會被外表這個框框限制著自己 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做到八仙之一的李鐵拐呢 相傳李鐵拐他原本叫李營陽 體格灰暮 有些說法還說他挺英俊的 李營陽也挺有先緣的 他很早已經對修仙之道有興趣 有一天他在一個山洞裏面修煉 太上老君和先人遠優剛好經過 太上老君見到李營陽堅心向導 於是就對他作出教導 李營陽他自己勤加修煉 已經能夠元臣出竅 有一天他就應太上老君的邀請 去到華山運游 於是李營陽臨走之前就跟他徒弟說 我會利用導法將我的魂魄分離 不過只有七天的時間 如果七天之內不能回來 我的肉身就會腐化 你一定要將它在腐化之前燒掉 徒弟就說了 放心吧師傅 我這七天一定會幫你好好看管著這個肉身 之後李營陽的元臣就離開了肉身 渾游華山 而這個徒弟也很認真地幫師傅 看管著他的肉身 直至到第六天 你天天忽然有人來通報 原來這個徒弟的媽媽病重 叫他快點回去看他媽媽 這個徒弟看著師傅的肉身 心急如焚 他心想已經到第六天了 師傅可能不會回來的了 我再不走就真的再見不到媽媽了 終於這個徒弟就在第六天 將李營陽的肉身燒了 然後離開 回去看他病重的媽媽 時間來到第七天 李營陽的元臣終於回來了 但是他就找不到自己的肉身 你可能會以為李營陽一定是很心急 很擔心 但是他剛剛相反 他四周圍望下 見到剛剛在附近就有一個餓死了的黑衣屍體 於是他就借用了這個已經沒有靈魂的黑衣驅殼 李營陽定一定神準備站起來 發覺原來這個身體是一個惡形惡上 面黑黑 頭髮蓬鬆 還要是悲傷的身體 比著很多人應該會立即換另一個肉身 不過李營陽一早已經明白 形同上並不重要 破只是形相 善惡才是本質 從此李營陽更加用心修煉 拿著拐杖 背著葫蘆 四周圍去幫人 後來他得到成仙 慰裂先斑 道教專稱他為 東華齊陽啟源帝君 形相可以是假 所以無論是體人又或者處事 我們都要看到他的質 華麗的愛表 虛假的讚賞 無形的權力 殺那的命力 還有我們人內心的慾望 這些種種都會令到我們看不清真的質 在很多神仙故事之中 很多神仙 特別是女祖師 都會經常幻化成乞衣 神仙其中一樣想考驗我們的 就是可不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質 還有有沒有分別心 那又是呀 我們身邊有時最需要幫助的 不是就是一群不起眼 甚至是被人厭惡的人嗎? 你剛剛看的是 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又或者認同我們展現中華文化 發揚道教思想的精神 我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 現在道通天地已經開通了超級感謝功能 大家只要在我們的影片 讚好和分享的位置旁邊 就會見到一個超級感謝的圖標 以後大家想支持道通天地的營運開支 就多了一個方法 當然 你們都可以繼續以郵寄支票 和銀行入數的形式支持我們 道通天地 邀請你和我們一同共運大道